有一尊 站着那个雨伞的叫福德地义西瓦里 这是因为他过去是帮助穷人 供养三宝 所以护法诸天呢 知道他福报很大 护法诸天故意要去供养他 因为护法诸天供养他 护法诸天会升更高的天 会很有福报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今天你有收戒律了 你把它收好 每一个戒律都有很多护法 如果你是发愿 进未来去成佛不杀身 哇 那个护法太多了 你本来要开刀的都可以过关 你本来要怎么样都可以过关 因为你已经决心从今天一直到成佛不杀身了 对不对 各位还在救护生命等等 所以这二十四护法诸天 譬如第七个 日公天王 太阳 那天我们去火墓区 昨天是吧 哇 那个太阳好美啊 如果他们有相片给你看 太阳公 叫日公天王 那再来月公天王 每个月十五 各位最好拿一枝香 一朵花 点一个灯 供养月公天王 他负责不生病 老人平安 小孩子就属于柔软面的那一边 叫月公天王 他们有责任的 他们有责任的 金刚秘基 他动作很快 像隐形人一样 保护你 保护你 摩西索罗天 那是最高的 我们叫阿拉 印度教叫 印度教叫 斯珀神 摩西索罗天 摩西索罗天是最高的 最高的 所以他认为他最高 他叫唯一真神 摩西索罗 所以是第二十四天的天地 所以他也叫什么 破坏神 破坏神 他力量很大 那后面 扇子大将 他也是在 用他的 就像亨哈恶将 守护三宝 大便才天 女孩子要长得漂亮 声音好听 所以他也叫美云天 向好庄严 口才好 讲话好听 大便才天 唯陀天将 各位知道 监牢地神 各位要拜 地藏王菩萨最大的护法 整个地球 土地世界 也是他管的 所以 监牢地神 也有一个修法 但是你现在 不会修法 没关系 他们说 只要你尊敬我 不是归于他 尊敬他 供养他 但是这些护法 他不会主动找你 但是只要你找他 这是他发的愿 现在我要买个土地 现在要盖大房子 监牢地神 我现在要卖一个房子 也叫鬼子母 欢喜母神 再来 欢喜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住生娘娘 他皮肤永远像粉红色的 十六岁一样 他永远不会老 所以女人要漂亮 要多拜一下 欢喜母 然后呢 生病 你家里有老人生病 那你要 特别是三宝弟子 你要在初一十五 或是生病的时候 中午哪一碗饭 素食的 放在床 那边可以 床的床头 或是你 你有佛堂 你就供在佛堂 写个红色牌位 欢喜母 这样 然后 你可以求不生病 求不生病 求夫妻好 求小孩子平安 乃至你要生小孩 那我们现在那些流产胎儿 都是欢喜母在照顾 欢喜母照顾这些流产胎儿 带他们离苦 这样 所以 欢喜母 牧利之天 那就是我们的斗母 拜斗 拜斗 对不对 有个人犯太岁 你要念 牧利供养 牧利之天 龙王 说几个龙王 所以各位 只要有河有海 那龙王是财神 权力 权力高 金钱多 特别是生意人 那各位 你要拜龙王 就念他的名字 那平常怎么拜 就拿一点水 放几个花 倒在河里面就可以 如果你更加想要发财 水里面加一点牛奶 牛奶 摆一些花 倒在河里面 供养龙王 阎魔王 那各位知道了 管生死的 大功德尊天 这也是佛教每天在念的 善女天咒 它代表 成就众是第一功德 很有钱 很有钱 很有福报 所以做生意的人 你要拜这个大功德尊天 那甚至我们佛教 把功德 大功德尊天 代表所有二十四 护法诸天 就念他这个咒 指挥大帝 这是我们道教的 但是道教 也成为大佛教的护法神 东御大帝 锦那罗王天 锦那罗王 大圣锦那罗王 是代表火神 火神 雷神天 那当然 风神 雨神 雷神 有些细分 然后你跟他结缘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贡品 那以后各位 你在家里 出一十五 至少拜一下 或是你要去买个房子 做个什么大生意 反正 你就每一个都念一次 还是说特别你要求小孩子的 求土地的问题的 那你就另外念 但是大家都知道了 好 希望各位每天 把这个24页到33页 能够念一遍 因为功德太大 所以 佛陀说 你能够布施 一点点米 给一些流浪动物 和孤魂野鬼 超过于供养 诸佛菩萨 所有的功德 因为慈悲的功德 大过于供养诸佛的功德 那我想你要天天去慈悲 不太容易 但是私食就简单 容易做 水也好 米也好 腌供也好 点个香也好 然后最好 像我们每天是做三次 为什么各位 如果你每天要吃三餐 吃三餐你就要上供 所以跟我念一下 大概这个意思 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神 供养六道 供养父母祖先 就算你是吃荤的 至少那个饭是树的 对不对 然后就拿来供养 跟我这样念以后 每天至少三次 然后就拿一点点米 或是一个饭 一条面 用个瓶盖 放在里面 或是拿到外面的树下 不是 特别你开店的人 经常这样做 住家更要这样做 住家平安 水果面 来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善神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债主 流产胎儿 供养一切众生 奉阿奉 然后你就拿 你的一点点面菜 拿去外面放 这样 那你每天都在供养 当然你有福报 多点一只香 或水 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 家里经常这样做 那你家里有很大的福报 请各位翻到 那个 燕贡功德 那做燕贡 跟做事实 都同样的 我们在念大的字 就好 五十八页 下回如果因缘成熟 我们就寄多一点燕贡香来 寄到我们慈悲协会立体那边 各位再过去拿 好不好 你们负责点就好了 对不对 那个不是太贵 现在是邮寄费的问题 然后就每天至少点一根 三点 三餐就点三根 对不对 然后当然看你的情况 你住在楼上也可以点 它那个烟贡香 你什么地方都可以点 反正风一吹 味道出去就好了 如果真的没有烟贡香 那你就用瓦斯炉 煮一碗牛奶 然后加一点食物是很香 他们就是要那个味道 这样就好了 如果你没有药粉 那你的中药 一点点让它煮煮煮煮 那个烟冒出来 那就是药贡 所以有食物的香味也可以 甚至各位你在那边 你总要炒菜吧 嗡啊嗡啊嗡的 那个菜的味道 布食出去 当然如果你煮煮的 那你只要先超度它 嗡啊比辣 哼咖啡啦忙 或是念个药师咒 希望这些肉超度 因为你不是要布食它 你是要布食那个味道而已 煮菜的味道 味道透过你的吹风 吸风孔 然后抽风机出去了 包括各位你在洗碗 那洗碗里面也有油 对你来讲 对众生来讲很重要的 你就洗的时候 嗡啊嗡啊嗡 这些布食给他们 还有一点各位要做 你家的马桶 每天拿三颗饭 或三颗米 咚 丢下去 然后滴几滴水 因为佛经里面 厕所里面有厕所 大小鹰鬼 他们只能吃厕所的味道 吸它的味道 只能这个 其他都不行 山珍海味都不行 那所以你就在马桶里面 丢三颗米 或是三颗饭 一条面 然后一点点水 先把它冲掉 然后就说 哇 今天这些大小鹰众生 吃到的是这么美的 不是大便 然后你观想 所有这一区的 这社区的大小鹰众生 都得到 嗡啊嗡 冲下去 给它念个佛 你要发现以后 你上厕所是个享受 是个快乐 因为这也都是佛教规定的 我们出家人 这些都规定要念的 那因为是为什么 你要不舍弃众生 现在各位听到了 今天三宝你就会拜 护法神你也要拜 好不好 你不能舍弃他 护法神虽然不是佛 但是他对你影响力很大 那我们对护法神要供养 对三宝我们是归供养 对六道众生是慈悲 对父母祖先是还债 那你就不舍弃众生 而且做了以后 不执着叫空性 你要思维吧 一切都是幻化存在 就像今天法会 一开始就准备结束了 对不对 这个一定会过去的 只是现在人不承认结束 没有 我还跟你还没有结束 你不要离开我 然后就很痛苦 所以因为这些都会结束的 不要太执着了 痛苦快乐都一样 好 十种功德 念一下 一 帮助鬼道与非人 二 解除怨敌 三 清净恶业 四 健康长寿 五 富贵安乐 六 处所吉祥 翻过来 七 天荣地其勇护 八 宿获功德 九 可满所愿 十 肃正 佛果 时间的关系 细节的部分 各位自己念 你要健康 你要发财 你要满愿 你要肃成佛道 就必须不断的施食 焉供 或药供 或水 事实上都一样 只要慈悲了 然后你就可以 得到这十种功德 后面五十 六十二页 佛陀在甘露未经 又特别跟我们讲 如果各位拿一点点食物面包 念个便食咒 去布施 得到这二十种功德 因为你念过咒的 如果你不会念 至少烘啊烘啊烘 再来就烘啊 你别没烘 这样 然后你就拿去试试 所以各位盒里面面包 朝里面丢一些米 撒一些水 太重要了 就有这二十种功德 我们就不用念了 那各位就自己看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吃鸡杀狗果报众 王大婶 王大婶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吃鸡 尤其喜欢吃鸡腿 家里的人因为王大婶的这个爱好 也想方设法地给他买鸡来吃 妈 你尝尝这个烤鸡的味道 非常不错呢 哇 这鸡肉闻起来可真香啊 女儿真贴心 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呢 妈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呢 我给你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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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